一点一点进来了 哎 太压了 哇靠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就不行了 你就在干预方向盘 兄弟姐妹们 家人们 朋友们 又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哈 今天出来晒太阳了 现在我们在一个天上飘着棉花糖 云朵的这个彩云自然 云南的昆明 今天我们来赶上自然主要是来体验 即将上市的阿维塔12的这个动态 或静态的这个体验 这款车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 非常的激动 这一趟之旅我们不是一个媒体人的身份 就是想以一个未来车主的身份来体验它 体验什么 主要是一个是看它究竟有多帅 第二个看它帅的背后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我们是开机NCA了 对 我们现在是要 现在已经炸到 我们现在是正在进入这个虚线了 嗯 然后前面有车有兵线 它应该自动识别 这是实现 对 现在是实现 哦 自动刹车了 自动刹车了 嗯 继续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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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这个刹车力度还轻度那个 嗯 对 但是呃 虽然是电脑在控制 但是确实还是有一种 跟人拆的干就是差不多的 特别是刚刚 因为之前紧扎的时候 稍微有点快 它拆的还是比较 稍微肿的 但是跟人拆的感觉是一样 是 而且它这个碗鼠 我觉得很人性化 它这个碗鼠就是很缓慢的紧弯 然后它当你走到碗行列的时候 它才开始慢慢加速 这样子来形容吧 就是刚刚总拆的量下来 像男人在开车 对 然后进入了以后 然后贴到碗行走的时候呢 就像女生一样很温柔 嗯 那我们再看它并线并阻道 看它会不会提速啊 对 遥遥领先 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啊 现在左转向灯 呃 后边还可以 你看 你看它先 先打了一个左转 右转 对对 哇靠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就不行 风向盘 它为什么它为什么会这边 因为它是看到我后边的车了 对 看到后边的车然后 对 然后它就有一点就有一点犹豫 就是感觉有一点犹豫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又是实现 我现在觉得就是包括 不 我们在那个 呃 城市的那个小道上面 和刚刚包括进这个 从扎道出来并组线 进主道的时候 其实 呃 我的左后方的这个确实有车 但是大概还有 一百多米的距离 就是后车与我们前车的距离 有一百多 如果我们人来借助的话呢 肯定就打一个左转向灯 然后就进来了 但是它它就感觉比较稳 它就要求非常非常的安全 就是对方的这个 呃 与我们的这个距离 大概应该是非常大 然后退保万无一失 它才进来 所以当它正准备进入的时候呢 哎 发现后边的这个后车呢 在提出有这种感觉 所以它马上又往右边 又打了一下那个方向盘 它是想把这个距离 安全距离的这个间隙拉大 是不是它在这个安全上面 还是有很大的口量 这个又有一点啊 这个就是一再强调 无论是我们的法律法规也好 主机上也 其实各个品牌也在说这个事情 就是咱们这个系统 它始终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辅助 辅助 对不对 再先进 对 千万就被那什么 就长时间的 就是双手拖地方向盘 第一个 这个是不符合法律法规 另外一个 这个也不安全 它不是一个就是说 它只是起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你手一定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我们刚才已经激情示意的在试完了这个高速的这个驾驶的这个激情示意的这种感觉啊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服务区在这有一个静态的一个体验 主要是体验什么 大家主要是体验 虞胜东先生说的这个遥遥领先 它遥遥领先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它的华为的鸿蒙的座舱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华为跟很多的车企有合作 对吧 包括这个问题啊 我们今天讲重点了解的就是 咱们12的这个鸿蒙座舱 跟其他的有什么重要的一个区隔 它的特点在哪 我们今天就邀请我们阿维塔的12的这个工程师 专门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那我们重点讲一下就是12的座舱 跟11还有跟其他鸿蒙座舱的一些区别 那首先的话呢 在12的前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块远端屏 那远端屏的话呢 它目前是用了一个35.4英寸的这样一块屏幕 还是一块4K屏 那它在您这边的位置的话呢 在主驾位置它是有一块仪表屏的 仪表屏上也会显示一些车辆基本信息 那当它在行驶的过程中的话呢 它则会切换到一个场景重构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了解到 还有边上有什么样的行人 飞机动车货车和其他一些客车的信息 方便我们去做判断 同时也方便车辆 它那个在做自动驾驶的时候 它去熟悉一些场景 并且做一些升官的一些驾驶和一些规避动作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 12已经上了那个电子后视镜了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在左右两侧都会上两块电子后视镜 就因为它的那个外置摄像头嘛 其实我们用的是一块广角的 并且上面是有输水膜的 这么一来在雨天啊或者在雾天也好 其实它上面挂水影响到视野的这种可能性 就会进一步降低 而且电子后视镜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 就是说你现在我们买车可能尤其是女生 它会贴上那个太阳膜 会进一步降低车内的 对对会进一步那个减少车内那个紫外线 还有弧外线 那个减少那个热量嘛 那这么一来会有一个缺点 就到了晚上停车的时候 看的不算清楚 就特别黑啥都看不见 但是换成电子后视镜之后就完全没这个问题 因为它也不会说被这块玻璃阻挡视线 但是车内后视镜的话呢就是 虽然我们刚刚讲了有很多优点嘛 但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要适应的过程 对对对 因为我们传统外物理后视镜的话呢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人眼的一个焦距 那这个的话呢 由于出现在画面上了 所以我们眼睛的那个焦距定 定焦 其实就直接定在这个屏幕上 那我们现在演示内容的话呢 就是我来演示一下它的无分流转 它就嘘的一下就飞过去了 这对于我需要播放音乐来说 我从外面带到了 带到车里就会很方便 那它还有一个场景的很好 其实我觉得那个场景会更多 就举个例子 我从家里出来 或者我去哪里 我订好一个导航 比如说我要订好哪里 那导航设计的东西 我手机上比较方便嘛 那这时候我可以直接把我需要导航的地址 就往车机上去靠 它就会直接打开地坨 然后把您刚刚手机上输入的那个地址 就直接拖到大坪上去 就直接把整个导航就给完成设置 今天这个开了Outa12 我的12 哎呀真的是心情的非常舒服 正跟我来的时候的心情是一样的 对它抱有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期望 早上开了开到现在开了一整天 虽然有点疲倦 但是有它的陪伴 然后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它将会陪伴我们一家人很长的日子时间 选它应该是没的错的